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总统普京6号和7号在远东地区视察 在观摩了东方2022演习之后又出席了东方经济论坛 华为发布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智能手机 在无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环境下依然可以保持与外界通联 俄战事进入第196天 乌方表示进南部赫尔松州之后乌军在东北部的反攻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是俄方反驳说乌军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 乌格兰称乌军在系列反攻中告诫 俄方反驳 据路透社7号报道 进南部的赫尔松州之后 乌军在东北部的反攻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有乌方官员透露乌军袭击了俄军控制的哈尔科夫地区东部城镇巴拉克利亚 巴拉克利亚位于哈尔科夫市和19母市之间 后者陷处于俄军控制下 是俄方对前线补给的重要铁路枢纽 顿涅茨克武装表示 一旦巴拉克利亚失守 俄军在19母西北裔的防线将会变得很脆弱 乌总统资连斯基5号表示 乌军已夺回南部赫尔松地区两个居民点 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和利西昌斯克 斯维尔斯克部分高地 乌军将继续推进对俄反攻 以此报复俄罗斯对数座乌克兰城镇的炮击 俄方对乌克兰披露的战斗情况进行了反驳 俄国防部6号通报 俄空天军战斗机和防空设备 在尼古拉耶夫州击落乌军三架苏25攻击机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在尼古拉耶夫克里沃罗格方向 损毁坦克12辆 部战车11辆 其他装甲车辆8台 有生力量损失超210人 俄罗斯媒体指出 基辅当局隐瞒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多次袭击赫尔松州以后 遭受巨大损失的数据 俄罗斯观点报援引军事评论家的话说 在赫尔松方向过去一周的战斗中 乌武装部队遭受至少两个机械化缕的伤亡 装甲车总损失超300辆 这样的数量无法在一个月内甚至在年底之前 用西方供应来补充 当地时间6号 扎波罗热州别尔江斯克时发生爆炸 该是卫数司令的汽车被炸毁并发生枪战 别尔江斯克目前在俄军的控制之下 当地政府代表认为 基辅证权是系列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 美国战争研究所发布报告称 乌军在南部打击了俄罗斯的人员装备 指挥中心和后勤中心 削弱其后勤供应能力 5号 俄罗斯控制下的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当局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推迟在当地举行入俄公投 当地官员说 由于乌克兰军队持续数周的炮击 横跨赫尔松市附近蒂涅伯河的安多诺夫斯基大桥 已无法供车辆通行 俄乌在南部地区的基站确实是十分激烈 俄乌各自于此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所谓的舆论战 但是应该看到俄乌现在的军事平衡 已经基本形成 在短期之内很难打破 当乌军加大投入 甚至不惜伤亡进行反攻的时候 我们认为进展一定会有的 但是代价绝对是巨大的 同时由于西方的援助不断加大 给俄军造成了很大困难 互攻互守将是下一阶段 俄乌军事冲突的主要特点 俄总统新闻秘书称 时机成熟时 普京会前往顿巴斯地区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在顿涅茨克 俄军和卢干斯克武装 正在向谢维尔斯克推进 这是通往克拉玛托尔斯克 和斯拉维尔斯克的战略要地 卢干斯克武装使用BMP-1步兵战车 打击了乌军的活力点 俄军摧毁了乌军在谢维尔斯克 近郊的活力点和据点 首先进驻的是侦察兵 他们对每一栋建筑 每一个地窖 地下室 进行了仔细搜查 侦察小组 由阿赫马特特战支队的 特种兵组成 士兵们来自俄罗斯各地 都在车臣接受过军事培训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乌军仍然没有放松 对顿尔斯克式的抛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 俄罗斯正在顿巴斯地区开展建设计划 时期成熟时 俄总统普京会前往顿巴斯地区 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在核电站附近设立安全区 俄乌冲突背景下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引起国际关注 国际原子能机构6号呼吁在核电站附近设立安全区 防止因军事行动造成的物理损害引发核事故 扎波罗热州军民行政机构成员罗格夫6号表示 乌克兰军队炮击了安尼尔戈达尔及其郊区 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条输电线路被损坏 安尼尔戈达尔市暂时断电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5号说 由于俄军炮击引发火灾 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与污能源系统的 最后一条输电线路断开 当地时间6号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 举行的临时会议上 俄乌代表再次互相指责对方 造成核电站安全威胁 Ukraine has a very clear, transparent and honest position While we controlled the station, there was no threat of radiation disaster As soon as Russia came, the worst-case scenario immediately became possible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 资连斯基远程敲响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示中 呼吁外国公司和私人投资者 帮助重建乌克兰经济 据报道 乌克兰政府推出了一个价值4000亿美元的项目平台 重点关注10个关键领域 包括军工复合体、能源、制药、冶金、木工和物流 资连斯基曾表示 乌克兰需要5000亿到8000亿美元来弥补损失 推动重建 好,再来看俄总统普京6号和7号 在远东地区视察了东方2022演习 又出现了东方经济论坛 有评论说 两场以东方命名的活动如此受重视 表明俄罗斯越来越转向东方 据俄新社报道 俄总统普京7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 随着队伍特别军事行动开始 俄罗斯自2月24号以来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主要的收获是主权得到加强 他说孤立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普京还指责 美国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 美元和英镑已经失去了可信度 俄罗斯正在放弃使用它们 在我们眼睛失去信息到金融 和金融和金融和金融 在我们的手段里面可以发展计算 保留保留任何东西 保留任何东西 第七屆东方经济论坛 于5号至8号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 走向多极世界 俄联邦新闻通讯社称 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 扩大与亚太地区 及中亚国家的合作 是俄罗斯稳定发展的关键 俄对外经济银行资深银行家 谢尔盖斯托尔恰克说 俄罗斯转向东方已经发生 与此同时 俄罗斯东方2022演习 7号落下了帷幕 当地时间6号 东方2022时兵时代演练 在俄滨海边疆区的 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 和日本海相关海域举行 参演各国军队 共同上演了一场 现代化联合战役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和俄军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的陪同下 前往指挥所现场观看演练 据联合部队集群指挥部介绍 这次演习课执委 指挥运用部队集群守卫 东部地区安全 分为夺战有力地区 实施急火打击 转入进攻三个阶段 旨在锤炼多国参演部队 联合指挥 联合行动 联合打击和组织 协同能力 石兵实弹演练 持续了约40分钟 实践了联合体系下 多国部队防守反击作战行动 在演习中俄方出动图95MS战略轰炸机检查了东部军区的防空系统 装备导弹的图95MS从阿姆尔州一个机场起飞 在4000米到12000米等不同高度对探测目标进行了测试 在日本海相关海域 参演舰艇编队联合展开了模拟对海导弹攻击 火炮打击 敌登陆编队等课目演练 俄海军格雷米亚17号护卫舰从厄霍茨克海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 位于300多公里外的模拟敌舰被击中摧毁 同时在马图阿岛直勤的俄太平洋舰队 使用冷宝暗防导弹系统向海上目标发射了反舰导弹 打击假想敌舰船 马图阿岛是俄千岛群岛中的一个无人居住的火山岛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二战期间日军曾在岛上驻扎 根据演习设定 假想敌舰船企图进入俄联邦领海 在千岛群岛实施登陆 冷宝暗防导弹系统发射搞马脑巡航导弹 对假想敌舰船进行打击 最终导弹直接击中并摧毁了假想敌舰船 俄军事专家认为 东方2022演习是对试图破坏 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的美国发出的重大信号 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区大国 自然不希望被北约和西方困在乌克兰 他希望在全球所有事物中都展示其地区影响力 那么俄罗斯在东方演习中表现出来的 全方位的这种战斗能力 实际上也是对西方的一个警示 意识着俄罗斯不会忽视东方 即使在乌克兰交战的情况下 俄罗斯也希望在亚太时表现出自己的影响力 同时我们也看到普京这次远东之行 还重视经贸合作 在俄欧经济即将脱钩 俄欧能源有可能提前脱钩的前提下 俄罗斯加快了经济向亚太转的速度 欲以东升来替代了西方的这种降 来弥补西方制裁给他带来的压力 面对持续的电力与能源危机 不仅欧洲多国纷纷做出核电回归的表态 亚洲一些国家也开始了核电政策的大逆转 德国5号宣布 原计划于12月31号关闭的 三座核电站中的两座将保持待机状态 直至2023年4月中旬 如果期间出现电荒将被重新启用 我认为依据压力测试的结果 我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保留重启核能的选项 过去十年 欧洲一些国家采取强硬措施关闭核反应堆 德国政府原计划今年年底前逐步淘汰核能 仅存的三座核电站彻底关闭 这占到德国总发电量的6%左右 不过随着俄罗斯大幅削减天然气供应 加之欧洲遭遇严重干旱 最新预测显示 德国今年冬天将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 民众要求继续使用核电的声音高涨 如今欧洲面临严峻的能源危机 各国电价争相刷新记录 电力和生活成本危机在德国 甚至引发抗议活动 由于能源危机持续发酵 不少欧洲国家开始选择核退路 法国 英国 荷兰等纷纷重启核电 甚至扩大核电使用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将恢复民用核电发展 新建六座核反应堆 第一座将于2035年投入运营 同时法国能源转型部长明确指出 将会重启所有的核反应堆进行发电 解决当前电力不足问题 法国电力集团承诺在今年冬天之前 重启全部核反应堆 我们正在通过每周简报 密切关注形势 认真确保这一时间表得到落实 在亚洲一度失宠的核囊 似乎正重获新生 日本和韩国政府废除反核政策 印度也在寻求建造更多反应堆 以避免未来供应短缺 亚洲主要电力供应来自天然气和煤炭 这两种化石燃料 随着价格不断飙升 更凸显了核能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24号宣布 将考虑建设下一代核反应堆 并重启更多闲置的核电站 原子力发展所については 再稼働数10基の稼働確保に加え 設置許可済の原発再稼働に向け 国が全面に立って 事实上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 对日本民众的心理冲击巨大 此后日本核电机组全部暂停 并关闭了境内的54座核电站 岸田说日本可能面临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能源危机 除了日本韩国总统尹新月也在今年6月宣布决定废除去核电政策 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7月表示 考虑重启废制核电站以降低电力成本并提高能源供应 印尼也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2045年前启用第一座核电站 推进净零排放目标 在2060年前实现完全可再生能源供电 有分析认为 随着向低碳世界迈进 电气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核电的潜力巨大 却因安全性问题面临很多变数 但随着俄乌战事和全球能源危机的蔓延 一些此前弃核的国家纷纷回心转意 未来十年 核电有可能与风能太阳能一起成为低碳世界的解决方案 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公开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所使用的海底隧道挖掘作业现场 这是9月6号上午拍摄的 核污染水排海海底隧道挖掘工程现场 目前已经挖掘了约80米 据日本媒体报道 在挖到150米后 10月下旬相关工程将加快速度 2011年3月11号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 奇迹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造成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融毁 直至今日 对于如何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融毁的反应堆 和海量核污染水等核事故后患 日本方面一直没有合理的应对方案 2021年4月以来 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便不顾多方反对 开始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今年8月4号在得到日本原子能硅制委员会 和当地政府的认可之后 东电公司正式启动了 核污染水排海设施建设工程 该工程预计明年完工 对于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以福岛县为首的日本各地渔业从业者 以及部分日本民众和专家学者 不断表示反对并举行抗议 日本当地时间今天傍晚 在位于东京的东电公司总部摆 还将举行反对和污染水排海的抗议集会 好 更多资讯再来看主速栏 即日 日本一家研究所将电子设备 植入真正的蟑螂体内 使其成为能够远程操控的半机械蟑螂 研究人员将4微米厚的超薄太阳能电池板 贴于蟑螂腹部 既能实现远程充电续航 也不影响蟑螂的灵活性 由于半机械蟑螂拥有在辐射条件下 存活的极强生命力 因此可在极端环境下作业 完成人力难以胜任的搜救工作 研究人员称 半机械昆虫的设计范围远不止蟑螂 还适用于蝉 甲虫等其他昆虫 中秋节就要到了 据联合早报报道 随着新加坡防疫措施松绑 今年的月饼销量创两年来的新高 不过通货膨胀也推高了月饼的制作成本 尤其是糖和面粉价格大涨 多个品牌商家的月饼价格不同程度上涨 也有商家指出 今年的销量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环境 使公众消费更加谨慎 2022卡塔尔世界杯越来越近了 6号卡塔尔国防部与意大利国防部签署 防务合作技术保障协议 根据协议 一方将向本届世界杯提供军事和安保协助 包括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 双方还将在情报交流 航空安全等领域强化合作 为加强世界杯安保工作 卡方此前已分别和美国土耳其等国签署了 军事防务或安保方面的合作协议 近日从印尼一家酒店泳池中救出的三只宽纹海豚 在经过多年的治疗后被重新放归大海 此前他们在马戏团表演了数年 最后被卖给了巴黎岛北部的一家度假酒店 这三只海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如皮肤损伤 营养不良和牙齿磨损等 2019年被救出后 这三只海豚在巴黎岛海豚护理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挖掘出一批精美象牙牌匾碎片 据推测距今约有2700年历史 在大卫城遗址公园的一座宫殿建筑废墟 考古人员共挖掘出1500块象牙碎片 可组成至少12块边长5厘米厚5毫米的小正方形牌匾 专家推测 这些牌匾曾用于装饰木质家具 供当时的贵族使用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